海淘法师红法讲座 众生无边是缘土,烦恼无尽是缘断,法门无量是缘血,佛道无伤是缘程 缘消散章煮烦恼,缘的智慧真明了,不愿醉长细消除,世事长心菩萨道 世事长心菩萨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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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120页 那当然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做 哪怕点一只香都可以 一只香可以点两个钟头,对不对 那你可以念很多仪轨 但是不在意你说你烧很多 但是如果像这个地方 能够做这么大的功德 那当然太好了,太好了 但是至少我们的心还是保持慈悲心 只是你在家里做的时候 那像各位愿意做这么小也可以 像我们都用礼箔包 把它包起来 然后这个东西也不会坏 到时候把整个礼箔包 再拿到外面比较远的树下 然后慢慢烧 大概烧几个钟头就烧完了 有安全 当然如果什么时候是最好 这个整个烟都烧焦了 那个时候最热了 那个时候放一点饼干最香 我只是教各位 可以念三个钟头 从骆驼念到马 从马念到蚂蚁 因为你就一直羞慈悲心 从老人念到中年 从中年念到小孩 不管他在读书 所以不管他在做什么 凡是在这个世界所有有情众生 都是我们关心的对象 但是各位你要跟他结缘 像我这个人 我除了对人 我天天都会尊敬天上的神 神的力量大不大 神是我们佛教的护法 你人的关系再好 还不如神的力量 神可以 但是你不要说他是神 我是拜佛的 神是护法 所以像我们一进来 我们护国寺 外面有没有一个土地公 土地公中国重要 还没有盖大店 也要先盖土地公 你不要看不起土地公 土地公是这边总管 对不对 就像地方警察 他跟你是直接的关系 所以各位你家里 一定要拜低级组 你在公司上班 你那个公司 美国人是老板 他不懂得拜 你拜就好 你也不见得拿个箱子来拜 我一下被开除 你就初一十五拿一瓶饮料 买一个面包 放在你桌上 欢迎公司大厦里面的土地公 地基组 我供养里面的温阿红 请问你会不会加薪水 会不会很顺 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特别各位你去酒店住饭店 像我每天都要搬家搬来搬去 住人家的家住酒店 住别人的家都是很久没住过的 经典说七天没人住的地方 里面都有鬼的 因为众生没地方住 他会跑去那边住 他不会伤害你 他只是借住一下 如果有人来了 他就会离开 但是如果住久一点了 还执着 那你就要对他客气一点 所以进去的时候敲个门 供养一点米水 一点点饼干 一点点饼干 你给他放着 你不用闹钟 他也会叫你起床 你也不会断电 也不会断水 晚上也好睡觉 如果你到很多地方 奇怪 晚上怎么蚊子那么多 他才叫你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学佛要我们尊重万事万物 奥阿奥 点灯的功德 你可以奥阿奥奥很久了 因为一盏灯的光明 这个光明 念一下 山由鼎以下 山由鼎以下 无间地狱以上 无间地狱以上 皆得同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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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方净土 十方净土 点一盏灯 整个世界这个光 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愿以弥陀河为一 希望所有众生 都变成 看到这个佛光 点一盏灯 就看到极乐世界 那往生极乐世界 外表是不是变阿弥陀佛 这个叫愿以弥陀河为一 所以他们都得到了 加持这样祈愿 那所以各位一定要用 这样来修行 因为大乘佛教啊 就是希望我们保持一个 念一下 大悲心的热忱 大悲心的热忱 随时随时都有这个热忱 去利益众生 所以我想纽约这么多人啊 各位你礼拜六礼拜天放假 老公开车 老婆负责窗户打开 轰阿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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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水 像我们都带了整桶的水 轰阿轰 轰阿轰 这早就做完功课了 念了很多遍 大悲咒 什么咒 上师的甘露丸 通通放在里面 所有咒语都放在里面 到处去轰阿轰 然后呢 这边撒水 儿子撒米 轰阿轰阿轰这样 你有钱撒坚果 有那些松鼠快乐嘛 对不对 那你跟每一寸土地都结缘 请问 这个庙绝山200亩的土地 供养了乃至很这么便宜 卖给我们洗尘长老 洗尘长老过去是有没有 在这块土地结过缘啊 所以嘛 这是自然的 我们宏儒法师 微信法师 过去有没有在这个土地结过缘呢 所以他们管的 有没有跟我们结过缘呢 所以我们可以来享受 来种福田 好不好 请他们这边200亩 化成1008个福田 一人种一个福田 108乘以1万 好了 你就种福田嘛 那个袈裟给你种 好不好 108好像不够 大定要多少钱 所以种福田好不好 所以各位要养成习惯 广种加沙福田 对不对 就像地藏王菩萨的心 加沙一洒出去 整个九华山都塌了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如果你过去没有在这边种过福田 你来不了的 那各位了解如此 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杯心 用水啊 用食物啊 用声音啊 都可以 就像我在台湾的车子啊 他们载我 我的车子上面有两个香乳 一开车就点烟共香 车子开到哪里就吹到哪里 每次停到红绿灯 隔壁 嘿嘿嘿嘿 你车子着火了 我就看 里面看到啊 我妈你杯米粉 那是香 经过隧道啊 撒米 撒水 隧道里面鬼啊 众生最多了 所以各位养成习惯 走到哪里撒几颗米 念一下 就撒出去了 佛陀说七颗米 对你人类来讲是米 对那些孤魂野鬼 对麻雀来讲那是黄金 特别你给它念过咒语 变成甘露了 念一下 吃即解脱 喝即解脱 听即解脱 见即解脱 整部车子我贴满了咒语 叫经过都解脱 那个轮子在转 贴到旁边我转不完 四轮的 所有的咒语都啪啪啪啪 比我还认真 车子放出来的冷气水都是甘露水 因为只要你有一个悲心 你知道众生苦 所以你开过的路 就不会发生车祸 这样有没有功德 因为你的悲心 你走到哪里 会挥旗子 甚至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带来 发给各位旗子最好 老公开车 然后你就冲户了 我这样 昨天我去911 这样一直拿着跑 对不对 因为只要有市场灾难的地方 我都拿去上回去澳门 故意走错地方 走到人家casino的地方 以前是我造业的 现在是我服务的地方 去去去去挥一挥 希望他们各个发财 什么发财 不赌就发财了 升起他们的悲心 所以我想各位来 金凡飘动 金凡飘动 幽谷生香 曹州有一个大风祖师 歹红周书 对不对 曹州 他就是转金凡超度所有孤魂野鬼 因为这里面就是经典 咒语 所以西藏人特别会挂在最高的山上 叫风马骑 经过的众生都超度了 所以你用各种的方法 用布可以 用声音也可以 用转经轮可以 我这里面多少咒语你猜不出来 这里面是用 现在最好的科技 这种胶片 几百万的咒语在这里面 一转一遍 就几百万的观音菩萨化身了 而且用的是最轻的木头 这个适合女人拿 最轻的木头 然后弄得漂亮的咒语 然后走到哪里 你在街上走 谁都会看你 念下来 见即解脱 对啦 而且你在转的时候 所有的恶业都吸进来 这是观音菩萨法理院 你只要念我的经典 转我的咒轮 所有的恶业它从中间吸进来 所有的观音菩萨的功德 从这旁边的光散出去 这样 这样你是不是在空气力净计 你把五浊二世给净化 把诸佛菩萨的功德放光给众生 所以中国人是把经典放在里面 我们叫转经轮 西藏人叫转奏轮 不一样 我们是以经典为主 所以弥勒菩萨很多古老的寺庙 是会把整部大藏经 放在大殿的旁边 然后转个轮子 大家进来就绕 绕 特别老菩萨绕一绕 你可以再读大藏经的意思 好 各位呢 这个转经轮的功德呢 我要带各位念一下 我就希望229页 那各位两个人看一本 如果你没看 没关系 听一下 只要你有相信就好了 把佛菩萨的佛号 经典 咒语 形象 刻在石头上 刻在 印在布上 纸上都可以 然后令所有众生都同享功德 这个力量很大 那各位现在我们把它印成这么小支的 希望各位走到哪里 带在身上 方不方便啊 像你们拿了那个黄色的就跟我这个一样 这里面有刚刚所有念的燕贡的仪轨在里面 燕贡的仪轨 白色的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另外一种黄色的是大随求经 大随求柱 所以大家念一下229页 然后你听一下 然后用什么做都没关系 只要能够用你的嘴巴做最好 因为你嘴巴在念经嘛 你在持咒 但是用你的心来转动法轮 所以你说我手上都没有精轮 都没有法轮 然后他就在动 我要这样观想 整个大悲咒在转 对不对 然后随着你的心 他就转得很远很远很远 所以我想我们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用各种的方法来实践佛法 所以用电灯 所以有出声音的地方 给它贴个咒语 有红绿的地方 给它贴个咒语 有屠宰场的地方 给它贴个咒语 所以你要用什么方法 所以我们把咒语 印成隐形的一样 但是亮亮的 贴着看不见 但是咒语在这上面 那这个都是佛经说的 特别楞严经 楞严咒 各位你要带着楞严咒 所以我们印的很小 然后希望大家身上带着楞严咒 带着金刚精 用这个方便来帮助众生 来 229页 我们念一下 转经轮 转经凡的功德1 整个经轮象征 佛之三生的正量与事业 它是最崇高卫护 它斩断六道轮回的头身 它清静三种种 中音状况 转动金轮的清静力量 甚至胜过持咒本身 其利益也更巨大 二 金轮分为地水火风四种 其利益之一极 是体现十方诸佛菩萨的所有事业 为了利益众生 诸佛菩萨化现金轮中 清净所有的恶业和脏壁 使我们在正物道上 有所了悟 三 在建造金轮的地区 不只是人 也包括昏虫在内的一切众生 都免于堕入下山道 而投身于天道 人道 或佛之净土 使 至于水金轮 当水碰触金轮时 即受到加持 当水进入海洋或湖泊时 便携带了金轮的力量 能净化水域中数十亿的动物和昆虫 五 活金轮是借由蜡烛或电灯 所产生的热气而转动 金轮散发光芒 可净化其所造出到的众生的恶业 六 风金轮也是如此 接触到金轮的风 获得金轮的加持后具有力量 可以净化受到吹拂的任何众生的恶业和战斃 七 人们转金轮一次 其利益等同阅读佛教论帐一次 转金轮两次 其利益等同阅读世尊所有的教法 转金轮三次 将倾尽生与异的污染 转金轮十次 其蓝乌即使大量如须弥山 也都将倾尽 八 转金轮所获得的现前大利益 四 将免于所有的头痛和瘟疫 将驱除所有的邪力和邪恶的敌对力量 将摧毁蓝乌 将摧毁邪灵和干扰者的力量 四天王和十方护法 将在四面八方 保护转法轮者 因此之故 转法轮的利益是不可思议的 九 转法轮所获得的究竟大利益是 清净五五尖锥 十不善业 以及所有导致人们堕入下三道之二业 人们将从佛之净土 行至另一个净土 一旦人们在净土的灵心中出生 十方一切诸佛的事业 将扩及十方 十 供养金轮实证来转动法轮的功德 等同持诵无量赤的咒语 十一 供养金轮顶端的精致源头之功德 在数节之内将圆满积聚财富 十二 借由崇敬金轮的功德 将拥有美好的家庭与聪明清新的心灵 十三 供养金轮珍宝值的功德 人们将拥有圆满的财物 达数节之久 十四 供养伟大的轮及其他精致轮 各种不同的宝石 例如金 银 绿松石 珊瑚 珍珠等 将享有大量的珍宝 且会不断地拥有珍贵的饰品 好 各位有福报读到 那你已经相信了 只是各种形式 等一下也会发给各位这 像这里面就有十二个精轮 包括佛陀的 耀师佛的 阿弥陀佛的 准提咒 大悲咒等等 那各位可以把这张带在身上 那这个设计有什么好处 你把它放在水里面拆开 它会直接沉到水底里面去 那那个水就可以得到精轮的功德 用过水的 乃至那些鱼 喝到水的动物 他们就会脱离三额道 各位也可以把这个精凡 直接放在你这个水里面 放一瓶水 那里面就有十二个精轮的功德 在布施 那另外大片的 是大水求重 所以满世间的财富名望地位 而最后不但脱离上二道 往生净土的大水求重 那用各种的方法 都可以把精轮 古时候是磕在石头上 现在的磕技 这个晃一千年都不会坏的 因为它是金属做的 但是你坐飞机的时候 可能要先拿下来 本来会逼 但是它不会坏 但是它会沉入水里面去 那当然也会把昨天送了 今天再送 就叫守经轮 你挂在手上 等于在转动经轮 重点是你要有个悲心 这个力量就大一点 因为戴在你手上 你的脉搏一直在跳 然后这些 这一个就有六个咒语 因为接触到你的身体 那你的身体 所以佛陀说 你在身体摆一个经轮 哪怕最简单的 你每一个细胞都是 谁跟你讲话 谁经过你身边 谁听过你声音 哪还是别人踏到你的影子 都得到 所以各位现在最多的就是用手机 所以你手机一定要贴一个 手机一响一拿起来 手机也在利益众生 这叫佛教的意思是说 把不清净的透过佛法 都可以转为清净 就像我们出家人 还没有学佛以前 烧到淫望酒 学了佛了 变成功德了 变成父母的功德 所以一块布 你可以拿去做漂亮的衣服 但是可以把这个布 印成金凡 对不对 去利益众生 一杯水你可以拿当作酒 去泡酒 那这个水念甘露咒 大杯咒 药师咒 大水球咒 那这个水可以变成甘露 米也一样 饼干也一样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各位 学佛是不执着世间的一切 但是你要转化世间的一切 变成功德 就像这些饼干 我们今天念完了 大家加持 如果够 一人拿一包回家好不好 让你的家人 让你的工人 让你的亲戚朋友 他不是佛教徒 让他吃急解脱 这个要假 这个方便 所以我想 特别在美国地区 这边佛教徒不多 大部分都是其他宗教 但是不分宗教 任何的众生只要死了 如果他成为中阴神跟鬼道 他第一个要求的就是食物 乃至食物的味道 所以对他们来讲 食物就是宗教 药物就是病苦人的宗教 就这个意思 所以韩国有个元晓大师很出名 元晓大师很精进的 他跟一位老禅师在修行 有一天有一个老禅师 去外面回来 有一只狗被打伤了 快饿死了 然后呢 老禅师给他放在前面念念经 突然就跟元晓说 元晓 这只狗啊 你帮忙助念助念 我看他快往生了 我要去买一点东西 元晓就很认真 一直为那只狗说法念经啊 念经念了老半天 狗死了 他也不知道狗死了到哪里去了 后来那个老禅师回来 拿着面包 饼干 牛奶 就放在那只狗面前 老禅师 嘿 老禅师说超度了 他在等这个东西 食物才是他最好的经典 因为狗在追求食物的 你给他食物以后再给他念佛 那这个狗就欢喜了 所以我想你给你一个女人一颗钻石 他就超度了 了解吗 就不用跟他讲太多了 所以同样的这些众生 那天人 什么叫升天 他们喜欢欲望 透过佛法加持的甘露食物 哎呀 他们喜欢吃啊 所以每一次在这种食食法会 无则法会 燕共法会 天神都会降临 地方神明我们刚刚都有念了 土地龙神 山神树神 虚空诸神 同享功德 希望大家发起这个大心叫无量心 空性的目的 而不是一种虚幻的 一种消极的空性 万法都是消极的 不起贪嗔痴就算了 那还是个人的 我们的空性是 万法都没有单独存在 万法都互相有关系 互相为助缘 万法都是互相依赖了 就像各位现在会玩电脑 电脑的世界就是万法 合为一体的世界 动一根则动全身 你进入网络世界 它是绵绵绵绵的 互相构造在一起的 这个世界是互相影响的 所以不要有个人主义 如果你要图显你的有钱 图显你的知名度 图显你的外表 那你是很辛苦的 我们只要让自己无我 融入于这个万法 融入于整个世界 然后呢 让这个世界 因为你的存在更好 就像臭的地方 出一朵莲花 那莲花可以帮助 那个地方进化 所以我想我们的空性 是了解 念一下来 世界 世界以我合为一体 众生跟我合为一体 心佛众生 一切世界 三无差别 合为一体 所以 刚刚讲的 用地水火风 用火去做经典 现在人底下点个灯 上面在转经轮 对不对 用你的嘴巴 用纸 用石头 用水 用声音 我们用这些鼓 用各种灵气的声音 目的呢 这个不是卖冰淇淋 因为我们在念咒 我们在念超度的 我们在替它消灾 所以同样一个声音 那这上面刻了多少的 经文跟咒点 我这一次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多少的祖师摇过一个灵 所以我才有机会拿到 因为我有这个信心 这个力量很大的 可以去利益众生 念一下 听闻得解脱 所以要用各种的方法 去帮助众生 所以我想我们学佛最主要的 念一下 从今以后 不伤害任何众生 不伤害任何众生 这个佛陀叫慈戒 慈戒就是你不去伤害众生 你永远不会堕落二道 至少来世升天 所以只要伤害众生的行为 不是说光五戒 今天我们各位在做生意 你做这个生意 可以伤害到其他的众生 你卖老鼠药 是我们像各位很多开餐厅 如果你现在赚钱了 慢慢改吧 对不对 改成素食餐厅 不然至少每天 把这些咒语贴在厨房 好不好 这些咒轮 让你厨师给带着 他们叫端极解脱 他端在手上 接触到他的手这个盘子 这些厨师在抓这只鸡在杀 在抓那些龙虾 那你把它贴在那边 这个光会照着他 所以这个光 只要它灯打开 这个光 佛经有说 一个众生快死了 你把咒轮的光拿起来 让它照得到 它就脱离上二道 所以各位要把这个贴在高的地方 这个是让它挂在手上 如果你家很方便 你把你的咒轮就挂在有风的地方 冷气吹出来的地方 那就你要利用这些所有的目的 就是要净化这个世界 但是净化世界从哪里开始来 净化我们的心 所以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 内心里面没有伤害别人的心 内心里面没有污染的心 什么叫污染的心 那个叫贪嗔痴三毒 三毒烦恼 五毒烦恼 各种烦恼 傲慢 嫉妒 这些会伤害你 因为一切为心造 你内心只要有贪嗔痴三毒 那你的身体嘴巴心态 当下就会造恶业 身体会杀身偷盗 习盈 嘴巴会骗人 骂人 说是非 讲妄语 内心又千谈称慧 邪见 那你就一直在造恶业 所以有烦恼就会造恶业 有造恶业就会轮回受苦 最可怕的是堕落三二道 我们投胎做人 虽然又痛苦又快乐 但是至少有这个痛苦 你才会想要解脱 如果纯粹是天界的快乐 那你就会忘了痛苦 一直享受那个快乐 快乐享受完了 天界的福报完了 就直接堕落第一轨道 很可怜的 那如果你是阿修罗道 什么叫阿修罗道 很有福报 但是很喜欢竞争 很喜欢骂人 很喜欢赢过别人 这个叫阿修罗道 所以人有很多阿修罗道 如果你这辈子很喜欢布施 很会做好事 但是脾气不好 喜欢赢过别人 你死了以后就会变成阿修罗 阿修罗的女人是美得要命 为什么 因为天天跟人家比你美 我要比你更美 阿修罗的男人身上都是武器 各种的权力斗争 过得很不快乐 叫阿修罗道 天道就没有了 天道的女人没有嫉妒心 没有比较心 她们是享受那种欲界的快乐 色界的快乐 这个叫天道 但是无论如何 天道阿修罗道 毕竟还在轮回 所以各位要去思维 在背策 烦恼 所以造业 造业 所以痛苦轮回 这个就是生命的道理 那你越痛苦 又没有听闻佛法 那你就越烦恼 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就一造业 然后又受苦 然后就不断的生死轮回 那这一点 佛陀这个经伦的意思是说 当你一接触经伦的时候 你就不会这样子生死轮回 你就会还灭生死 你就会开始得到佛的加持 就像看到光明了 你就不会想要去走黑暗了 慢慢他就有接触佛法的机会 所以佛陀要我们走到那里 替人家念佛诵经持咒 希望所有众生能够种的这些解脱 成佛的因缘 另外还要送给各位一个 念下来 布施蚂蚁的功德 以前有没有读过 这个一定要读 布施蚂蚁有这么大的功德 这里面故事很多的 那连小小的一只蚂蚁都有无量的功德 那何况这些乌鸦 松鼠 鱼 有形众生都得到了 何况这无形更苦的众生 所以每次我们都会念破地狱咒 为什么 地狱我们下不去 但是咒语可以把地狱打破 而且所有的破地狱咒 都会印在宗上面 寺庙都有大宗 因为一敲 就叫离地狱出火坑 让这些地狱道 听到这个咒语的声音 灵的声音 中的声音 打破地狱 用各种的方法 再一个是 缅甸传统佛教文化 我记得以前分过 那各位 希望老公不要有外遇 怎么办 送枕头给红卤法师睡 给出家人睡 然后你的老公就不会跟别人睡 就很简单 妈妈植物人已经睡在老人院 你真希望他赶快舍报 缅甸佛教呢 用甜饭供养佛 妈妈就可以提早脱离植物人的痛苦 所以做生意要发财怎么办 那找一些稻谷 空壳子的骨 塞好整罐满满 塞在你的公司柜子里面 这样可以发财 或是外面放个镜子 或是在门口挂个金凡 这个都是传统缅甸佛教传下来的 我们到缅甸去收集了一段时间 把它印成一份一份的 那是各位呢 你要多看 告诉别人方法 如果你脑部要开刀 如果你脑部要开刀 脑冲血中风 你怕这个 种椰子树一棵在寺庙就OK了 那如果没办法 买椰子供佛也可以 那减少脑部开刀 所以那这里面写得很好 那这是都有实证的 那等一下也会发给各位 所以再来最后 我们要发一杯水米给各位 我们赶快念一下 念完以后 然后呢 我们来供养寺庙好不好啊 把你名字用铜牌贴在墙壁上 以后你来孙子 那是我阿嬷了 对不对 怪不得我现在这么有钱啊 阿嬷做布施了 阿嬷现在要么就在 妙觉寺的空中做神 或是在净土去了 所以我想这个才是永恒的事业 因为寺庙不是个人的 寺庙是大家的 好不好 像我们今天这么多人 特别很多都是从纽约来的 然后我们希望有更多 纽约的菩萨 特别我们华人都可以来供修 下回如果福报够 开个店给西方人meditation 因为地方大吧 像你要带你儿子来参加儿童营 好不好啊 让小孩子从小能够接触这种 道德文化 佛教文化 那现在发给各位那杯水 你不要喝啊 那里面是甘露水 七颗甘露蜜 然后我们要念 请翻到二十一页 所以我把刚刚的话讲完 希望大家 念一下来 守持戒律 守持戒律 常行不施 常行不施 护持三宝 护持三宝 帮助贫穷 帮助贫穷 如果你能够如此呢 那县世有福报 来世有福报 当然这个戒律 包括孝顺父母 照顾家庭 爱护国家 这都是我们的戒律 那进一步呢 多帮助贫穷者 这些孤魂野鬼 做做私食啊 那你有助人跟升天的快乐 进一步要追求什么 解脱轮回 解脱轮回 那解脱轮回 各位叫消灭贪嗔痴 那消灭贪嗔痴最好的方法 是什么 念一下 思为空性 因无所住 你有佛教的智慧 了解万法的本质 都是空性的 存在的都是变化无常的 所以就没有什么好起心动念的 今天有个小男生找你谈恋爱 哇 好甜啊 他在骗你 那个浪漫好甜啊 哎哟 你又中毒了 你要色受想行 这个感受也是空性 你干嘛去执着这个感受呢 所以各位要把身体的 包括心灵的看清楚 不要去执着这些 最好的方法 思维空性 乃至呢 外表上持戒 修禅定 思维叫戒定慧 然后这样去灭探神之 但是这个不是佛教的根本目的 佛教的根本目的呢 是要念一下 成佛度众生 成佛度众生 所以就像各位今天慈戒 我们今天吃素啊 没有做坏事啊 我们今天做了很多布施啊 但是我们做不是为了 一个个人的人天福报 乃至个人的解脱 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我好解脱 大乘佛教直接切入空性 没有一个我好受苦 但是重点在于大悲心 为众生善供 为众生下施 希望众生都跟我们一样 成佛度众生 那佛教不分 就不离开这三个修行 念一下 信因果 求解脱 求解脱 成佛道 那就是这样 信因果 你叫守五戒十善 刚刚讲的慈戒布施 求解脱 那各位叫施为空性 断残成痴 那以这个做基本 以这个做基本 去发大悲菩提心 追求成佛之道 不施不再是为了人天福报 不施是为了利益众生 不施是为了断除自己 对金钱欲望的执着 所以同样一个人在不施 心态不一样 结果不一样 所以希望大家 以一个菩提心来不施 同样在慈戒 慈戒不是让我 不会堕落三恶道而升天 慈戒呢 希望我从今天开始来 不伤害任何友情 不伤害任何友情 你怎么伤害我 怎么骗我 怎么样侮辱我 我都不想报复你 各位要修到这样 你要决定要这样做 而我慈戒就是一种非暴力 不管今天你把我杀了 只是杀掉我一个幻化的肉体 成就我的功德 没有一个我在被你杀 所以希望自己成为一个 就算你投胎做一只蛇 投胎做一只狮子 你也都是吃素的 因为你不想要伤害任何一个人 这个叫慈戒 然后用慈戒 让别人来相信你 以慈戒的福报 来供养给众生 所以这个为了要慈悲众生成佛道 那各位叫慈戒 念一下六度波罗蜜 来念一下 以菩提心 以大悲心 以空性的正见 实践不失 消除千贪 实践持戒 消除伤害 修行忍辱 断除称慧 修行精进 断除懈怠 修行禅定 断除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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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智慧 断除我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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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自利利他的六度波罗蜜 然后呢 以这样子的菩提心 念一下 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 上平往生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早得正成就佛道 早得成就佛道 企向说 普度众生 以苦得乐 以苦得乐 所以我想各位 你要用这种心态来修行 而且这个心态不是你死了以后 那往生也不是你死了以后 菩提心是我们每个人都具足的 佛性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佛性 那你只要把握如何发菩提心 那你就抓到你的佛性了 你用佛性当下就在净土了 当下就脱离轮回了 但是我们这个虚假的这个身体 那就像木鱼敲酒也会坏 只利用它好好的来解善缘 好好的来引导众生 所以我想佛教是一种当下的修行 你要当下一心念佛 当下一心持重 那怀音间告诉我们 念一下 不离菩提心 广修诸行 乃至用菩提心来生活 吃饭 穿衣服 走路 开车 都是用菩提心 开车的时候 当愿所有众生开车平安 每个人都走路了八正道 菩萨道 因为他们在开车 到了这样的目标 也愿意路旁边的花草树木 都像佛的净土一样 你对他们慈悲 刚刚讲的洒干露 在车上放大悲咒也可以 对不对 大悲咒的声音 透过你开车的声音 乃至你身上带了这么多咒轮 你要观想发光 发光 就像一个女孩子穿了这个 穿了很多黄金珠宝 就是要给人看的 对不对 擦了这么多香水 就要给人家闻的 那我们身上带了这些咒语 带这些念珠 就是要发挥他那个效果 利益众生的 所以感谢身体这个法器 但是不要执着这个身体 因为这个身体 毕竟会老 会病 会死的 正常的 而且每个人的姻缘不一样 有些活到六十岁就想死了 有些回到五十岁 姻缘就到了 个人个人的姻缘吧 那是当下最重要的 好 现在最重要了 大家跟我念 一心齐勤 一心齐勤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揭引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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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引导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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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成老和尚 揭成老和尚 历代祖师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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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亡魂众生 引导云魂众生 同生净土 同生净土 愿父母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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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亲在主 冤亲在主 流产胎儿 流产胎儿 六道友情 六道友情 信愿往生 信愿往生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随我念佛 随我念佛 同生净土 同生净土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施食 救苦救难 到处举利益众生 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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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像中 eran 祝福 智福 我 在 무서 有 自在 寂寞的 揽手 非 我 她 现在满多 但一点生命都没有 这就证明我们的自信 是尽的 我们的自信是定的 是真的 是定的 我们在这世 这时间 为你发现你信和你信 分明了了我们 所以我们自信 自信是我们的因缘 我们晓得 弥陀跟观音 其实是跟我们 关系最密切 尤其现在 几乎所有学佛的人 不会念阿弥陀佛的几乎没有 好像你不念阿弥陀佛教 好像是你不是学佛的 已经有一点点这种氛围 碰到面都是阿弥陀佛 事实上呢 其实观世音菩萨跟我们更有缘 因为接引也是观世音菩萨 那观世音菩萨 其实他是很大的慈悲 他倾听众生的声音 打从心里面起一个念 就是你的心声 嘴巴讲的是雨声 所以观世音菩萨跟我们实际相关 那我们 其实觉得最温暖的也是人家的那份 观怀体贴 所以观世音菩萨 都是觉得真的深深的跟我们贴在一起 那一个这么伟大的菩萨 当然我们会做很多想象 他是怎么出生的 怎么成道的 怎么连籍的 或者是怎么出家的 这个都会有纪念日 但是说实在的 这个也无从考证 但是我们相约俗成 一般叫2月19、6月19、9月19 都是用那个酒 很奇怪 我们尤其中国很喜欢说 逢酒大概就会有难 所以他真的是救苦救难 那观世音菩萨出生 其实就是我们大悲心的现前 所以我们如果纪念观世音菩萨的生日 就要生起我们的大悲心 就那一份体贴众生的心 这个是对他最大的意义 那我们感恩人 其实也是从我们那一份 温暖的心生起 就是慈悲的心生起 所以我觉得观世音菩萨 就等同慈悲 那我们人会觉得亲切可以互动 其实都是来自那一份慈悲 同义心、同体的一种感觉 所以观世音菩萨 值得我们纪念 值得我们怀念 值得我们随时想到他 我觉得他真的是千手千年 只要你心里有难 有所求 大概很快会得到呼应 当然跟我们一般讲的有求必应 那种错误的理解可能有差距 但是你只要发出这个讯息 其实已经有反作用力回来 他呼应了 也就是当你产生一个千杯的祈求 其实那时候就是一个 对我们生命最大的礼物 我们说跟谁有缘 我是透过抽签的 那抽签就在本八瓶里面抽 他里面放很多本尊的那个 我抽三次都抽到观世音菩萨 所以那必然是跟观世音菩萨 但是我心里面想的是 我应该跟无数比较有缘 怎么会跟观世音菩萨 其实很清楚的 我就缺乏慈悲心 所以要再强化慈悲 所以跟观世音菩萨 说感应就是有能所 那你这个能是什么 就会感应到相对的所 所以从感应来讲 必须你心里先对 你感应的才会是对的 我们大部分人求感应 心里是错的 所以感应的也是错的 跟你相应的不是好事 如果心里面是正面 那感应就会有正面的结果 所以这个当然也要很小心 比如说什么都求 你必须说 我这个动机是有意义的 对己对他都有好处 这样求才有意义 如果对己有好处 对别人有损 那求得 如果对己也不好 对别人也不好 那更不能求 所以一定要是把那个念头 先给他导证 弄对了以后才发出那个讯息 不要莫名其妙就乱投射 对佛弗萨随愿求 那个是不合理 这次的疫情 对全世界真的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力 那我相信我们台湾的每一个道场 甚至台湾的每一个人 都是心里都有那份不忍 所以几乎我们每一个礼拜六的共修 我们都会做回向 今天借着观世音菩萨的生命 更要回向 因为这个只有大慈大悲 千手千眼才能够真正的死的伤力 所以我们在这边 当然也要透过这个管道 透过这个机会 来祈求观世音菩萨 以他的大慈大悲 能够救苦救难 能够让我们这个世界 很快地脱离这个不幸的疫情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康 每一个人都能够身心安定 让我们的经济 让我们的人跟人的关系 都往增上的 往开拓的 往互信互助的路上前进 Om Ma Ni Ba Mi Hu 你如果想要改变 你就可以改变 如果你不想改变 十辈子你也改变不了 反正法师要讲法了 要开始睡觉了 因为你没有决心要改变 那你就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各位 一打坐就想睡觉了 太可怕了 因为你的脑筋就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然后磨 你一打瞌睡 磨就来找你 你就会做出那种 不可能做的事情你都会做 愚痴的动作都会跑出来 你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 因为你的脑筋已经被磨 睡磨控制了 所以明明有五个东西 有一个最差的 你就会拿到最差的 其他你都看不见 因为磨已经控制你了 所以那你这个就要靠你自己了 很努力 一次 两次 三次 七次以后 打坐不打瞌睡就过关了 那你要不要精进 你要努力 所以有了惭愧心以后 知道自己错了 所以就要很努力 突破自己 突破自己 那第四个心呢 要升起什么心 念一下因果心 就要绝对的相信 六道轮回善恶果报的道理 所以相信因果 所以你就会守纪律 不敢去造恶 而且还会不断的不思做好事 所以相信善恶的果报 不想要乱丢紫蟹了 用水 用东西都要种环保 要种因果 然后有了因果心以后 命运就改变了 但是还要升起第五个心 念一下 初离心 什么叫初离心 就是要解脱轮回 现在给你做印尼最有钱的人 难道不要生老病死吗 不需要轮回吗 反而有钱的人造业更多 大鱼大肉 大吃大喝 就很容易浪费 所以初离 就代表初离轮回的痛苦 那轮回的痛苦 来自于无名 因为有了无名 就会起着分别的贪嗔痴的烦恼 有了烦恼就会造业 有了造业就会受苦 所以有初离心的人 有些就马上就出家了 世间苦啊 我留在世间干嘛 结婚 生小孩 有些女人很喜欢生小孩 很奇怪 搞不清楚 因为我爱我的男人 我多生两三只多好啊 让他跑来跑去 然后你现在有了佛法 叫你去做那个 哎呀 做人不是要来生小孩的 我们不是动物啊 如果要生小孩 那我也要为佛教 生几个法师那有用 牺牲自己那有用 那个是意义很大的 不然生出来干嘛呢 所以有了初离心以后 叫你结婚 你不会想结婚 结婚以后叫你生小孩 也不想生小孩 叫你去买房子 我干嘛那么痛苦贷款买房子 台风一来 地震一来 房不是没有了吗 有的住就不错了 所以有初离心的人 他就不执着世间的一切 他只想要脱离轮回 轮回来自于执着 所以他就会放下执着 有初离心的人不会爱钱 不会爱漂亮 不会好色 互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我喝菠萨摩 我喝菠酒菠萨 我喝菠萨摩 我喝菠萨摩 是绝吗 没有变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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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